洛杉磯市6月節遊行慶祝活動 提醒反思奴隸制歷史 June 10th 6月節 在2021年正式成為國定假日 為了紀念1865年6月19日 在解放宣言發布兩年半後 聯邦士兵抵達德州的加爾維斯頓 為被奴役的人下令自由的一天 週日洛杉磯舉行遊行慶祝的同時 也提醒大家需要深入了解美國的歷史 以及解決種族差異的社會問題 與此同時 美國金融市場星期一 也首次迎來6月節假期 2020年5月 George Floyd被警察殺害後 所帶動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促使議員Kern Price、Herb Watson 以及Markey Harris Dawson 在2020年6月提出這項動議 洛杉磯市議會在2020年8月 一致投票決定啟動將6月節 定為官方城市假日假進程 以慶祝美國結束奴隸制 6月節不僅是一個假期以及慶祝活動 也引導大家反思歷史的一部分 有人說 令聯邦政府承認這一天 是朝著正確方向邁進的重要一步 社會上仍然有很多壓迫以及壓制 架核和分離需要我們解決和面對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生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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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